儿子2018年毕业以后才正式上的班 上班以后他给儿子要钱 从来没有说是一家三口 做人一块商量 我想干个啥 你看你有钱吗 支持一下爸爸啊 不 他我去我想放二手车 怎么这个车怎么挣钱怎么挣钱 直接给儿子打电话要钱 第一次给儿子要两万 要两万儿子给我打电话 当时他我说是 你爸给你要两万块钱 你给了你爸 你爸弄这个二手车 也是为这个家想挣点钱 儿子给了他 你说我交错儿子 儿子能给你吗 完了以后儿子回来了 儿子给他说是这个二手车 现在生意不好 那不停 你塞哪儿到哪儿 你毛胡子一个 这些事还用你教我 我自己会 又是问儿子要钱 又是为儿子嘛 你给我办几张信用卡 这不是变相的要钱吗 我还是后头给儿子说好话 我说是你爸 现在确实是紧张 也想挣点钱 儿子说是妈 你说的我听 儿子给他办了 刚开始办了信用卡以后 还会还 后来干脆我把这个钱用了 我不还了 我儿子帮他还了 五张还是六张信用卡 这个生意好像我听着感觉 就从来没挣过钱 全是亏的钱 那亏的钱也是儿子来还 也是 儿子帮你们这样子还 那用了多少钱呢 儿子还下来可能就有十多万一点 2018年到现在也就几年的时间 儿子作为一个年轻人 他养活自己 还得帮你们去扛这个债 是 我一直觉得亏欠儿子呢 儿子说是每个家都要有一辈人要付出的 咱们家就让我来吧 我经常在他跟钱说 我说有这样儿子你应该是幸运 今年他给我又说 叫你儿子给我六万块钱 我说他没有 如果他没有的话 让他给我办两张大信用卡 这不是变相的和要钱有什么区别 你为什么又问儿子要钱呢 你为他 要钱确实我要了 我目前我还有点外债 但是这个钱呢 你比方说 我跟现在还有个车 还值几万 再一个他跟我吵了架 后他给信用卡打电话 给我俩的信用卡额度一降 几万就降没了 儿子也就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 你对儿子提的这个要求 有没有考虑过儿子的成熟 据我了解他 应该一个月挣三万多 他有 不论是坐二手车 还是做什么生意 几万块钱 根本没有生意可干 那所以儿子还得给你投资 是 我确实 因为我也觉得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才 那你让儿子直接还这个债好了 那不是更保险吗 问题我做生意我能赚钱 我就是我今年有一块钱 不论今年家里面怎么花 肯定明年变成一块多了 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为什么你跟儿子还会闹翻 儿子就帮了我那几万 哥本再不帮了吗 为什么不帮你呢 就是他嘛 你前面能拿到儿子的钱 过女的时候如果没有他 你也拿不到 没他交缩的话 肯定能行 有他交缩不行 没有 儿子没有这个能力 儿子要结婚 我觉得亏对儿子 我不好意思给儿子开口 儿子给我办了一个亲情卡 我都不用 想办法挣钱是咱们想办法 不是再拖累儿子 18年毕业的一个学生 他能有多大能力 挣多少钱呢 我是不想再拖累儿子 我跟他给钱 什么就是拖累了 他都27了 该结婚了 我有二手车 我儿子他明明 开我的二手车就行 为什么十几万 非要买个新车 郭女士说了一句话 你想做什么 我们自己想办法 不要再去问儿子要 因为儿子还要成家 他能够自己搞定自己 就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